本台消息 7月3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巴经济走廊 启动10周年庆祝活动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习近平指出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事项目 自2013年启动以来 两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推进走廊建设 形成了一批早期收获 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也为地区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奠定良好基础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中巴全天候友谊的生动权势 为两国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强调 展望未来 中方愿同八方一道 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 不断完善布局 拓展深化合作 将走廊进一步打造成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性工程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方将始终同八方坚定站在一起 携手同心 砥砺前行 弘扬好铁杆友谊 统筹发展与安全 开展更高水平 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的合作 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为两国乃至地区的和平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使用级续爆炸和平斗 需要级续爆炸的水平 甚至续爆炸, 曾亩重褂 如果您认为凉将转化 握下来